开皇九年,公元589年, 虽文递经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, 就一场顺利地灭掉了陈国, 统一了南北。 既行动之迅速, 过程之顺利, 在历史上也极为罕见。 至此自西晋灭亡以来, 分裂了近三百年的华夏终于又迎来的统一。 中华民族的历史, 也从此翻开了崭新的一页。 平臣之战结束后, 杨广带着陈叔宝和一大帮陈朝群臣等战利品, 于公元589年4月12日, 回到了长安城, 大随王朝在太庙举行了盛大的宪赴仪式。 杨坚豪情满怀意气风发, 他用了八个月时间, 就完成了改朝换代的大业, 又仅用了两个月时间, 就完成了几百年来多少英雄豪杰, 毕生都没有实现的统一伪业。 如果不了解五湖十六国和南北朝这段血腥的历史, 很难体会到随文帝杨坚的伟大, 虽然他的皇位来的不是那么光彩, 但依然没影响到他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。 统一华夏这样的功绩, 足以使他名垂千古光耀万世。 对这次平臣有功之臣, 他当然要重上。 平臣主帅进王杨广被加封为太尉, 杨肃进爵为岳国公, 四伯万段,不久又升任乃延, 开始进入宰相的行历, 高炯则被加封为齐国公, 四伯九千段。 贺若碧和韩琴虎这对冤家, 则在杨坚面前争功。 贺若碧说道, 臣在中山死战, 破其锐族, 秦齐肖将肖摩赫赫卢广达, 针阳威武碎平陈国, 韩琴虎几乎没打什么仗, 齐可与陈相提并论。 韩琴虎则反驳道, 本封明治, 令臣与贺若碧同时何时一去伪多。 然而贺若碧却不听号令, 竟与陈军先战, 致将士死伤审多。 臣已轻起五百, 旧客兵不渲认的直取金陵, 活捉陈书宝, 贺若碧赎罪还不够, 怎可与臣相比。 杨坚子哈哈大笑道, 二将都有打工。 于是对他们二人各赐薄八千段, 既为上驻国, 贺若碧还进决为宋国公。 此外, 杨素与贺若碧还得到了一个额外的小礼物, 那就是两人还各被赏赐了一个陈叔宝的妹妹为妾, 从而还诞生出了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。 杨素得到的乐长公主, 其实已经嫁人, 她的老公就是前陈朝太子圣人徐德延, 夫妻俩郎才女貌非常恩爱。 徐德延也是一个很有政治眼光的人, 她看到陈后主昏溃国室衰微, 预感到陈朝不久后将会被随朝锁灭, 所以她就对乐长公主说道, 一旦国破家亡, 凭着你的残戏容貌, 一定会被掳入豪门。 咱们夫妻恩爱一场, 倘若情缘未断, 还望有相见之日, 到时候应该有信物为凭。 那什么样的东西做信物好呢? 两人一商量, 就把一面铜镜破成两半, 夫妻俩各拿一半, 约定以后如果夫妻分离, 每年正月十五就去市场卖半面镜子, 用这种方式给对方发送爱的信号。 当乐长公主作为战礼品, 被赏给了大将军杨素当小妻后, 徐德延则流落天涯亡命江湖。 虽然杨素很宠爱乐长公主, 但公主心里还是想着徐德延, 因此每年正月十五, 她都让老婆人到市场上去卖镜子, 而且故意要价很高, 当然也从来无人问津。 一晃过了好几年, 徐德延才终于漂泊到了长安, 正月十五这天, 她也怀揣着半面镜子去了市场, 到那里之后就看见一个老头, 在高价卖半面镜子, 徐德延则把自己的镜子往上移顿, 果然严丝合缝, 爱妻终于找到, 徐德延当然非常高兴, 赶紧向老头打听妻子的下落。 当得知乐长公主现在杨素府上, 徐德延的心一下子就凉了半截, 杨素可不是一般人, 那可怎么办? 思来想去, 她没敢猫然前往, 就在镜子上写了一首诗, 静与人聚取, 静归人违规, 无缚横额影, 空流明月灰, 大概意思就是说, 当年镜子和人一块离开了我, 现在镜子回来了, 可是人却再也回不来了。 当公主看到丈夫的笔墨, 顿时泪流满面, 一连好几天都郁郁寡欢, 杨素就问怎么回事, 乐长公主俱事相告, 杨素一听居然还有这样的歧视, 一时心动, 就派人找到徐德延, 请她吃饭。 夫妻两人终于又坐在了一起, 内眼相望, 原来风流倜傥的徐德延, 早已经两鬓斑斑, 而金尊玉贵的乐长公主, 也已经成为了他人的小妾。 夫妻相对, 真是恍若格式。 尴尬之际, 杨素就令乐长公主负食一少, 公主应声说道, 今日何千次, 新官队就官。 笑提句不敢, 方艳做人男, 大概意思就是说, 今天到底是什么日子, 我的前夫和现任丈夫, 居然都到了眼前。 面对这两个人, 我哭也不敢, 笑也不敢, 这才体会到做人何等艰难, 一手势道尽了人生的心酸。 深受感动的杨素最终就把乐长公主交还给了徐德延, 并且还送他们一笔钱, 让他们回江南中了。 这就是成语破镜充元的来历。 时间还回到隋文帝的风赏上, 对元臣朝的大臣, 杨健也根据其表现, 甄别中间加以区别对待。 原县在紧急关头依然忠心护主, 杨健专门下找褒奖他, 称赞他是江东士大夫的楷模, 并认为其为昌州刺史。 萧摩赫在南臣灭亡后还不忘救助, 主动要求进见陈书堡。 杨健对此申表赞许道:" 这才真是壮士爷, 此亦人之所拦。 随即受其为开府一同三司, 周罗侯接手长江上游, 客进指手不如使命。 杨健对他也是非常欣赏, 特意接见他, 并许以富贵。 相比以上几人, 没有尽忠的人忠就比较惨了。 按理说他主动投降并引导随军入城, 是随灭臣的一大功臣。 但杨健对他却十分鄙视, 很是看不起, 所以尽管仁忠在入随不久后就病死了。 但杨健却依然不肯放过羞辱他的机会。 他在朝堂上公开对朝臣们说道:" 我只后悔没有早杀仁忠。 这家伙少人荣禄身居高位, 却不思报效祖国, 反而吃里爬外, 实在是太不要脸。 对于臣朝的那些宁臣, 杨健当然也不可能忘记。 施文庆等人已经被杨广在建康斩首, 而吹牛大王孔范却侥幸落网, 但他躲得了初一却躲不过失误, 躲得了杨广却躲不过杨健。 即结果就是孔范和王错等五个奸邪小人, 被杨健下令流放到了边地。 在臣朝的战俘中, 还有一个特殊的人物, 他就是司马肖南。 九年前, 司马肖南因起兵反抗杨健执政, 失败后南逃到了臣朝, 现在他又作为俘虏, 被带到了杨健的面前。 真是冤家路战, 对于父亲这位曾经最好的兄弟, 杨健还是有些感情的, 毕竟他也叫了司马肖南那么多年的叔叔, 所以杨健并没有杀他, 只是把他配为了乐护。 但在当时, 乐护是专门从事音乐歌舞工人取乐的贱人, 所以身份极低, 且世代相习, 不能与常人通婚。 对于司马肖南这样的豪门公子哥来说, 这种处罚简直比杀了他还难受。 所以尽管杨健在二十天后, 就下令取消了他的乐护身份, 但心高气傲的他还是无法承受这种侮辱, 很快就被活活气死。 在陈朝旧城中, 最让人钦佩也最让人感动的则是卢广达。 卢广达有感于陈朝父王, 一直痛哭不已, 悲痛不已, 甚至是自责不已, 所以在入随的几天后, 他就得了重病。 令人心痛的是他拒绝任何治疗, 因此很快他就追随自己热爱的王朝, 去了另一个世界。 前陈朝宰相江总还为他做了医手流传千古的婉事, 黄泉虽抱恨,白日自流明。 北京敢一死,不做抚闻生。 不得不说江总人品虽然不怎么样, 但是写的还是非常不错的。 卢广达的病史证明他有自尊心, 而没有自尊心的那是朱或者是陈书宝。 根据史书记载, 陈书宝被俘虏到长安之后, 隋文帝每次出席圣诞宴会都叫上他, 让他享受三品待遇。 而且奏业的时候, 生怕他听到家乡的音乐后勾起他的思乡之情。 所以只要有陈书宝参加的公开场合, 隋文帝都不准演奏江南的音乐。 当听说陈书宝整天喝酒, 隋文帝怕他喝坏了身体, 还想劝他少喝, 可后来又怕他不喝酒难解苦闷, 所以就让有关部门敞开供应。 但有关部门反应, 他和他的子弟每天需要饮酒一袋, 大约相当于现在的120斤。 这么大的量对于秦简节约著称的大衰王朝来说, 实在有些奢侈, 但隋文帝还是咬了咬牙吩咐道, 我少喝一点就是了, 他要多少就给多少, 我宁可苦一点, 也不能让远来的朋友受一点点委屈。 这样体贴如微的照顾, 让陈书宝在长安的退休生活异常幸福, 他甚至发出这样的感叹, 要知道老杨对我这么好, 我早就把自己的产业送给他了, 南方是鱼米之香。 所以陈书宝喜欢吃鱼, 但当他到长安之后就不吃鱼, 该吃肉了。 特别爱吃驴肉, 想来一定打心眼里, 认同天上笼落地下驴肉的说法。 生活幸福了, 小宝还主动跟隋文帝要一个小官来做, 因为他感觉经常和大臣们一起参加朝会, 就没有一官半职, 像个边外的临时工, 感觉怪不好意思的, 而且还拿着这么好的福利待遇。 总得要为大隋王朝做些贡献, 所以他就希望隋文帝能给他一个又正式编制的职位。 杨坚不由的大笑道, 书宝真是可爱至极而且全无心甘。 平臣的胜利, 天下的统一, 让隋朝上下一片欢腾。 因此群臣纷纷要求杨坚登临泰山, 举行封善大典, 将此封宫伟纪敬告上天, 宣誓神明。 在此之前, 历史上举行过封善仪式的只有秦始皇和汉武帝两人, 不过杨坚的头脑还是挺清醒的。 他当即拒绝了这个提议, 他拒绝的理由是, 只不过是灭了一个小国而已, 没什么大不了的。 然而在巨大的成功面前, 人总是容易过于乐观。 人往往一乐观就会犯错误, 隋文帝当然也不例外, 于是随着老杨的一个错误决定, 一场席卷陈朝究竟的叛乱也全面爆发。